留下来的,放眼世界,把握环球机遇,接通各地港桥,建尼地政经,逢智正 11月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到时我们就知道白宫主人将会是谁 无论大家对于何锦丽、特朗普的对话、侦察、国际关系、政治有多有关心 大家另一面都是美元资金持有人、美国经济投资者、股票、债券都有的投资 所以我们有见及此,坚尼地学院应用课程部在10月4日和5日搞了一个倒数一个月Harris Trade 的课程 在美国大选前一个月一起分析两个总统候选人的经济策略、行业政策 以及他们影响相关的科技行业 在一个月之前,我们就可以早点做好自己的资金部署 无论特朗普当选或何锦丽当选,我们也可以回避风险把握机遇 这个讲座在10月4日和5日里面会举行 上课的时间会在香港时间下午11点、英国时间的4点、军哥华时间的上午8点 但如果大家错过了也没问题,因为这一个讲座我们会放在我们的Google Classroom 放到一个月,即在特朗普、何锦丽选举结束分出胜负之前 大家都还可以看到我们两场讲座里面的分析 两场的讲座内容包括先由我和方圆 凤之正和方圆会去做候选人政纲和行业的分析 我会首先和大家看看两个候选人的发言 他们的政党政纲和他们背后友好的致富 如何提到相关的行业、政策、能源等问题 这里会作出一个简单的比对 然后会由方圆看相关行业上市公司的部分 哪些公司上了市,暂时的表现如何 我们有什么标注的地方可以令我们关心 在第二场10月5日的时候,会由方圆和邱子薇去做 主要集中关注的议题是由科技行业说起 究竟大行的报告、科技行业在两个总统候选人之下 他有什么异同,甚至会有什么发展的方向 听完两个讲座,希望帮大家吹吉避空 看看我们自己持有的美元资产可以如何配置 所以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倒数之前一个月 Harris trade、Trump trade就可以帮大家 会员和非会员都可以报名 留意我们下面description里面的连结就可以找到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特朗普第二次的预示案件 尤其是我们在今次看到总统特朗普 也是现在共和党的候选人 在64日之前预示之后 今天再有一个新的消息出来 刚刚已经将被怀疑行刺的行空送上法庭 所以对于他的犯案的动机 又或者他的背景 我们今次就理解得比较多一点 回到上一次 我们可以看到在宾夕凡尼亚州 作为总统预刺的时候 当时那位行空者是即时被击毙的 对于他的犯案动机 背后的脈絡 又或者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未必我们有很多知情的资料 但是今次在第二次预示的时候 即是在佛罗里达州这一次 我们反而看到他过往的背景 他行空的目标 另外我们也是透过不同的资料去看看 今次在特朗普第二次预示的时候 他对于美国总统的选举选情有什么影响 在这里容许我的镜头震一点点 大家看看在右手边的power point 应该可以看到我们找到出来的资料 就说一下其实在星期日至到星期一 美国时间里面 究竟总统第二次的预刺案里面发生过什么事 先去看看 在星期日下的时候我们收到一些消息 也都在新闻报纸上都看到的了 就是在特勤署里面 就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 也都现时的共和党的候选人 在他打着哥尔夫球的附近地方 大概300至500亿 那里就是有枪声 当时就是特勤署去保护着总统特朗普 另外也都发现了其中一人在逃 然后过去其他不同地方的时候 就折出了这个行空者 那究竟他发生了什么事 也都最后发现了 在这个枪声 原来就不是来自行空者的枪声 其实就是特勤署里面 看到在这个草丛上面 有其中一名的男子 握住了一个长枪 这个特勤署就发出几枪枪响 就希望制服他 然后就有今天的事件发生 那我们可以看到了 自从上一次在特朗普遇刺 在这个佛罗里达州之后 美国的特勤署对于特朗普的保护 已经加强了很多 那看到张相片里面 你都会看到的了 在右手边的张相片 过往其实总统特朗普 最出名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他说他自己 是不会躲在一个玻璃背后 希望是和市民大众见面 但是的确真的是 在今次2024年的选举 总统特朗普的确是预设之后 特勤署是要加派了人手去保护他 上次在国会山庄 也是特勤署的处长 现在下台了 就是被人去到这个敲问的时候 都说他好像的部署非常之差 为什么可以有一个 在数百米已经有一个人 拿着一支长枪 竟然留意不到 所以现在看到 他的人手除了安排多了很多之外 总统特朗普 他要作出任何的演讲 都是会在几块防弹玻璃的后面 你看到在图片上 他背后有三块防弹玻璃 渗防任何人远距离开枪 前面也是有一块玻璃阻止了 所以如果你在一些公众集会 又或者在特朗普的竞选集会里面 其实你就不会很容易地 好像上次那样 可以去进行暗杀的活动 所以这次的活动是怎样来的呢 你也看到行空者 也都选择了不同的场景 其实在上星期五 9月14号的时候 总统特朗普 他先去了来华达州里面的 拉斯维加斯 进行了他的演讲 也是他游说的投票 然后就去了犹他州 出席了一些竞选的活动 希望募集经费 然后去到礼拜日的时候 9月15号其实是放假 那天他在上午上没有安排竞选活动 9月15号他就飞去佛罗里达州 回到住处里面 过往其实他都看到的了 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是一个非常热爱哥尔夫球 以哥尔夫球作为运动的人 所以在礼拜日的时候 一般他都会去到他自己的哥尔夫球场 特朗普的国际哥尔夫球会 那里去打高尔的 那这次他选择了 在West Pam那里去打这个哥尔夫球 也都同一时间 就见一下他一些可能商界上的朋友 一路打高尔 一路聊一下自己的私事也好 公事也好 那这个一直是他的routine 你可以见到在这个西中磊滩上面的哥尔夫球场 这一个就是西中磊滩哥尔夫球场 其实这里是有 佛罗里达州这一边 他有三个哥尔夫球场 他就今次选择了这个哥尔夫球场 在这个礼拜日里面 就是打这个哥尔夫球 在这个哥尔夫球场附近 其实特勤署就发现到 在300至500亿里面 有一个神秘男子 持着一支的长枪 就真的接近他 这个时候特勤署的人 就发出枪响希望驱赶或者拘捕 可以看回这个就是西中磊滩里面 特朗普的国际哥尔夫球场 那个地方 你都会见到的了 当时特朗普就是打第五个洞 去到接近东边长步这个位置 然后那个神秘人 或者那个疑空 其实就是在这个位置 其实距离他都不是近的 相当之都是一段的距离 但是也都是长枪的射程范围之内 当时特勤署就折查了这个人 驱赶之后 这一名的男子 就是坐上了他的SUV 然后就急速地逃离 特勤署当然会作出追捕 去到另一个位置的时候 大概在North Bank 大概在跨州的95号公路那里 就截停了这个车辆 也都是扣留了这个人 所以你发觉他已经是由 特朗普这辆戈尔夫球车逃离到这个位置 比较北部的位置 然后在这里拘捕了他 这次其实就是很成功地 将这个疑空活生地拘捕 所以我们在比起上一次的暗杀事件上面 更加之清楚他的行空动机 以及其实他是受了什么影响 之后他就会作出答辩 暂时我们看到的资料 暂时我们会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看到现在在政府人员拘捕了他之后 再在他当时看到在第五号洞附近 这一个位置那里 其实就是找回他 究竟有没有留下什么在这里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警方其实就看到 这一位的男子 其实就留下了两个袋在这里 看起来他是准备就绪 他不像是一些非常突如其内的误杀行为 这是有预谋的行为 放下了工具 在栏杆上面就放了两个袋 这两个袋里面分别找了不同的东西 包括是一支AK47的暴昌 而且是有配备这个瞄准镜头 另外也有一个Gopro的镜头 即是可以拍摄暗杀的情况 而同时他看到有几块板状的一些钢板的地方 估计是可以作为一个防弹之用 所以航空者其实都是把所有的空气都放在这里 你看到这里有两个袋 放下了他的物资 这里暗影上其实是一支AK47 就是AK47的style的长枪 在现场那里 其实Fox的记者也访问了跟特朗普打高的 另一个人叫做Whitkov Whitkov是一个什么人呢 其实他也是美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地产商的老板 当时他在星期日 就是跟总统特朗普打高的 他打高的正直目击了整场的过程 究竟特勤处做些什么 根据Fox的记者或者主播Hannity 他说的说法 就说这个Steve Whittkov 其实就是赞不绝口对于这个特勤处 觉得他们迅速地回应了这件事件 在当时作出几张瘡声的时候 特勤处的职员就已经跌倒在特朗普 希望将他带来现场 同一时间特朗普也查询他同行的人士 有没有受到伤害 也查询自己的情况 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还确认了自己和同行人士安全的时候 他还转过来跟这个Whitkov说 他说我本身是非常之努力的 我打算这次是打出小鸟 不过我就不能够结束这个动作 希望要提早完整了这一场过程 希望要提早完整了这一场过程 也好像尖尖自喜 在这里其实你可以看到 跟第一次的暗杀遇刺一样 就是总统特朗普 其实都是表现了他一个 相当临隐不乱的勇气 这个也是Whitkov其中一个证据 我亦相信在他第一次 真的被人开枪打伤耳朵 我那一刻去到今次 他对于预刺之后的精神状态 是相当之 都可以说是很健康的 而不是预刺之后 就变得非常之害怕的状态 再看一看 其实看另一个对手 希拉雅 賀錦麗的说法 他就是 在当时总统预刺的时候 前总统特朗普预刺的时候 贺锦麗和拜登就已经收到特勤处的回报 其实就有这样的情况 其中一个说法 就是在poster的ex那里说 I'm glad he's safe 他都很高兴 其实就是特朗普是没事 也都用上一次拜登的留言 就是这个暴力在美国是没有任何的位置 就是violence has no place in America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解决政治的解决 其实为什么我们会 一会我们可以看一看这句 I'm glad he's safe 就是贺锦麗都觉得 总统特朗普的安全 其实他都会很高兴 虽然大家政敌还政敌 现在不是说政敌 要去一个党内或者国内的政治矛盾 是需要用一些暴力手段去拆解的问题 又或者是暴力一个解决 但一会你都可以看看 其实总统特朗普在第二次预习之后 究竟他的民望和他的选举 会和第一次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都某程度上解释了这一句 何感来说 I'm glad he's safe 另外拜登也都回应了 他说 Thanks God 至少是感谢主 前总统是OK的 他也在问一个问题 其实特勤署是否需要多些资源 和所有人员去保护他 有一件事 他在拜登上已经说得很清楚 他这次表达到特勤署需要多些帮忙 他就会开始去问国会里面 会不会可以给多些资源 去保护前总统 尤其是在这次选举中 由这个国会去决定 究竟特勤署需要多多少资源 和多多少的人手去配置 特朗普回应这次的刺杀上 他也要跟大家说 其实他这次发了很多电邮 首先他发了电邮给他自己的支持者 然后再在Trump Truth的媒体上 再在X上再分享一次 希望跟大家说 I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for your concern and well wishes It was certainly an interesting day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天 他的回应都是相当临隐不乱 And more importantly I want to thank the US Secret Service 他也感谢特勤署 和里面的警长 也非常勇敢地 和外国地去做了这件 law enforcement保护了他 也都说明他现在是安全的 The job done was absolutely outstanding 就是说这帮特勤署和警长的工作 是非常出盛 I am very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他很骄傲地作为一个美国人 他照着这个刺杀的回应下 总统特朗普也提及过 也都是批评 其实是拜登和民主党里面 包括何锦丽 其实过往对于特朗普的用词 是非常之有这个色彩的言词 也都是在这里诋毁他 宣染他一个煽动他的言词 也都是相信 这些拜登和何锦丽的言词和用词 是鼓励了凶手作出这个刺杀的行为 他认为民主党的言词 is causing me to be shot at 他简单来说 他觉得他们的罪事言词 是导致到他今次被人暗杀的主要原因 When I am the one who is going to save the country And they are the ones that are destroying the country Both from inside and out 特朗普的说法就说 其实无论何锦丽和民主党 他在政治上政策上破坏了美国之外 也都说其实他的罪事 也都鼓励了这一类型的暗杀的行为 其实事实上特朗普 都是第二次被人刺杀 而且在同一个选举里面 2024年对于特朗普的安全 的确真的来得十分之不是那么安全 非常危险 而且可以这么说 这次2024年的选举 都是一个非常之社会分裂的选举 都知都有两场的刺杀案发生 而且你可以看回 在民主党的言词里面 对于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 的确的用词是比较有色彩的 其实比较起当时 希拉里所说的Basket of deplorable 一帮 deplorable的人之外 这次他就用weird这个字 就是奇怪的人 但是公平地说 两边的用词都是相对地诋毁对方的选民 用香港的选举的说法 这些是一些骂票的说法 就是很少是对着自己的候选人 或者其他的任何候选人去作出责骂 而民主党就会说 Donald Trump的支持者是一帮weird 一帮奇怪的人 而特朗普和JDFANS 泛斯也说民主党那帮 就是一帮养猫、母子女等等的人 所以大家都用一些非常富有色彩的字眼 但是特朗普遇上了两次的刺杀 今天下来我们就要继续讲下去 民主党的House Repropagant Conference Chairwoman Elisa也说 现在我们要团结在特朗普的背后 也希望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 也非常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总统特朗普第二次会遇上刺杀呢 为什么这个刺杀者是这么近总统特朗普呢 这些问题是需要去回应的 而另一个前候选人 也退出了民主党初选的Dissantis 这次他也是继续问问题 为什么这个暗杀者是可以去到 总统特朗普五百亚之内 五百马之内 为什么可以去到这么近的地方 当然大家都会问 其实特朗普的保护力是否不够呢 根据第一次这个总统在宾夕凡尼亚洲被暗杀的情况 虽然被遇刺 虽然他是成功的 其实简单来说是没有成功的 当时你都看到几大问题的 首先第一 当时刺杀者 行空者是来特朗普非常之近 第二也有很多不同的证据 显示特勤人员被保护力不足 甚至乎是比起拜登夫人的人手更加之少 加上他看到上一次在特勤署的部署底下 有个缺口导致那个小朋友 真是一个很小的行空者 可以拿着长枪爬上一个屋顶 进行了刺杀行为 但是其实今次就是 宾夕凡尼亚洲的刺杀 还是宾夕凡尼亚洲的刺杀 佛罗里达州的事 还是佛罗里达州的事 比较起上一次 上一次那位刺杀者 其实距离总统特朗普 只得135米 而今次这位是距离他400多米500亿 可以说其实你说是否很近特朗普 不算的 真的距离得相当之远 如果大家看回之前那个图片的话 你都会见到 其实他都是真的在这个戈尔夫球场的另一边 你是要等到这个总统特朗普 打到第五个洞 走到这个international golf club 比较窄的地方 才可以去到这个 就是步枪射程范围之内 而且你都可以见到的 在这个500位范围之内 是有特勤处人员已经在这里驱守 所以才揭发到 拉到这位的行空者 所以你可以见到 是不是今次这个特勤处准备不足 又或者是故意漏个漏洞出来 让人可以刺杀这个总统特朗普 我相信这个阴谋论就比较难去说了 而第二我们都会说到 究竟行空者是谁 是发生什么事有什么动机呢 你见到特朗普的说法 他不是说是由贺锦丽和拜登 直接煽动指使这一次的暗杀行为 其实他是说贺锦丽和民主党 这类型的言词 煽动了这些激进人士 去作出暗杀行为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之indirect的 非直接的一个行为 或者一个言论 为什么呢 因为今次的那个行空者是真的被捕了 而且大家都开始 见到他的动机 和他们整个策划的由来 当时在第九十几号干线上面被捕这个人 其实就是叫做Ryan Roth Ryan Roth其实就是58岁 他原本就是在夏威夷出生 之后就去了北卡罗雷纳州居住 在过往底下我们可以见到的 他就是有多次的所谓的 minor offense的记录 虽然是被捕过八次 也都试过在2002年的时候 就被人见到他是拿着一支machine gun 就在出现 之后就被捕 就说他有这个高度破坏性的武器 也都被人捕了 但是在美国来说 这个也是一个offense 不过就不算一个很严重的offense 其实他当时就试过在北卡罗雷纳州居住 而且他过往也都在北卡罗雷纳州里做过选民登记 当时他的选民登记就是没有说他的党籍 他也是说他是unaffiliate 就是没有说他自己是所属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的 根据看回那次最近的投票记录 他最近一次投票记录 就是2024年3月民主党初选的时候 他有出席过投票 而且也都见到在2019年的时候 他就是给了19次的小型的donation total就大概是140元的美金 就给了叫做act blue 这个pac就是去support民主党的候选人 所以都可以见到他在2019年去到今次的选举 2024年他是支持民主党的阵营 但是为什么大家又不觉得他是完全民主党的人呢 原因是因为他在2019年之前 其实2016年他是支持特朗普的 在2020年特朗普的任期结束的时候 在社交媒体上 这个Ryan Roth是写过的社交媒体上 说明的 他说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 他是投了给特朗普 但是他认为特朗普令他失望 所以他就是觉得要离弃他 I will be glad when you are gone 这个句子在2020年写的 I will be glad 我会很高兴你离开这个句子不是止涉相信 不是止涉暗示行为 是只是说2020年他总统落任的时候 这个Ryan Roth是觉得很高兴 所以这个兇手曾几何时透过共和党 不过就比特朗普失望了 所以在这次选举的时候 就变成为一个民主党的支持者 可以说其实他是一个 swing vote 的代表 真是一个摇摆州份 或者摇摆人士 因为他的北卡罗雷纳州都不算摇摆州的 但是他肯定是一个swing vote之一 虽然说到他好像有很多暴力的纪录 比如说他有八次被捕的纪录 但是那些都是一个minor offense 但是在他人生的上半集 在1991年的时候 25岁年轻的他 他都试过做一个比较英勇的行为 在报纸里面 1991年的时候 其实他有曾几何时 就拿过一些好市民奖 亦都是被警方去赞扬 原因就是当时他在1991年的时候 制止了一些强奸犯的行为 即是一个涉嫌策略 即是被捕 他想强奸人 意图强奸人 但不遂的人 他就负责救了那名女士 所以在1991年的时候 是上了报纸 就说他是一个好市民 而且亦都在当年 是被警方颁了好市民奖的 所以看起来 他自己也不是一个 我们所说的 非常之很暴力 有一个很冲动的行为的人 除了他在这个行为上之外 去到他年老的时候 他也有一个很积极参与政治的行为 但是不是美国政治 在乌克兰的时候 他去到接近前线 但他还没有去到战争前线 他只是去到乌克兰境内 就是说 其实这个世界的领袖 不会派兵 为什么这个世界的领袖 不去派兵支援乌克兰 他是理解不了的 所以他就是要身体力行 作为一个美国人 就是要去到乌克兰 去支持乌克兰行为 亦都希望参与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作为他一个自愿军的情况 这件事不单止是他身体力行说的 更加之是受到不同的报章报道 刚刚大家看到右手边的幅图 其实他就是去了乌克兰公共广播公司上 说一下自己作为一个美国人 怎样去身体力行地 自愿地去参与或者帮助乌克兰 所以看到这张照片 就是乌克兰公共广播公司的照片 他在报道里面都说 其实他不单止自己参与这个自愿军 他亦都是try 他是希望去 去 去帮一些 阿富汗的人 就是去参与乌克兰的军事行为 他亦都帮忙 帮忙聘用这帮乌克兰人 而说到明了 不是乌克兰人 这帮阿富汗人 他说这帮阿富汗人 已经被他聘用了 招募了 现在在巴基斯坦 暂时住住 希望他和这帮阿富汗人 一起去到乌克兰 参军 帮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但是他是觉得比较失望的 原因他亦都在回应媒体的时候说 他说乌克兰政府 经常都很难跟他合作 他们说乌克兰的政府 常常都在害怕所有人 和其他人是俄罗斯的特务 所以不让他们随意参军 所以我相信那帮阿富汗兵 就不能够去参与自愿军队的工作 甚至乎 最后我们都知道 Rion就说他想参与自愿军 但其实连乌克兰都帮他出来 就是说你没有这个战争经验 所以不好意思 我这个自愿军 都不能够接受Rion 所以他就去报名 再下去 我们也看到 他除了在这个报道上看到他之外 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 包括在这个纽约时报 当时纽约时报 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 其实都是访问了Rion 所以其实Rion不是一个 当然他也不是一个很出名的人 但是他也不是一个无人 因为他当时在自愿参军这件行为 都受到不同的广泛媒体的报道 包括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也报道了他这个参军的行为 也报道了他在这个阿富汗人 收纳了一些阿富汗士兵 希望招募他们去帮乌克兰打仗 但是对于他来说也是非常不开心 因为无论他又或者那帮阿富汗人 都是被乌克兰政府踢走了出来 他也向这个媒体上投诉 就说这个乌克兰政府其实对他们也不算很有善 出到来之后 在2024年的时候他就写了这本书 这本书是他自知出版的一本书 就叫做Uklaims Unwinable War 就是乌克兰不可战胜的战争 他这本书是他自知出版的 现在在阿玛桑的Kindle 其实也有得去买 说的是他对于乌克兰政府失望的地方 也说了他当时参战的一个情况 在这本书里写了 他不是2024年出的 2023年2月的时候出的 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Ryot说到他对于这场乌克兰的战争 是相当之悲观 他在这个乌克兰里面 是住了大概五个月 但是被这个国际的军团 就是拒绝了参军 原因是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战争经验 在这本书里面也透露过 其实他从来都没有接近过这个战争 在这个所谓的战争区里面 他也是投诉乌克兰政府 和一些乌克兰人 就说他对于他和其他的外国人 就不是那么尊重 我相信他外国人的意思 是说他那班阿富汗招募回来的士兵 除了他去做了这个乌克兰的 帮乌克兰招募了阿富汗士兵之外 其实他还有做了很多不同的project 在这本书里面 他说过包括有帮手去招兵 帮手去提振士气 甚至乎去做一些无人机 但是这些不同的计划 都是被这个乌克兰政府拒绝 又或者是堵破了 阻止了 又或者叫他不要做这些东西 所以在Rolf的说法 或者Ryan的说法 他都觉得乌克兰政府 是相当令他失望 虽然一方面他在媒体面前 是说到Ryan 是积极地参与乌克兰的战争 亦都是在外国人里面 很支持这一场乌克兰的反击行为 但是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已经是不时透露了 其实他距离战争是相当之远 而且他也不是跟其他士兵 又或者乌克兰政府 是有一个相当大的关系 又或者祝福 也可能是他 导致他一个相当之失望的原因 也可能这么说 就是他回到美国的时候 亦都在社交媒体上 经常批评特朗普 尤其是在说乌克兰战争上 说到这里 我想大家都会猜到 或者开始意识到 如果他有这么大的乌克兰情意结 总统特朗普 他今次在乌克兰战争的立场上 是相当之清晰的 他是希望这场战争是尽快完结 他会成立一个交易 他会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中间 达成一个谈判 大家都很相信这种谈判 其实会导致这个战争结束 但是未必是乌克兰最满意的地方 我相信大家的预计是一样 就是一个原地停战 不过乌克兰可能会多取一些 又或者俄罗斯会痛一些的 因为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 都是不愿意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援 因为都是令到美国的财政负担相当之大 从这个角度去看 没有人说特朗普这个主张是对的 还是何锦丽的主张是对的 我相信很多读者里面 都是有不少是特朗普支持者 很多时候他会在贵 如果是拜登和何锦丽上台 就有这场战争了 你是特朗普的 你就不会有这场战争了 但是我想大家都会知道 总统特朗普 无论是他自己本人 又或者他的书里面 即是《谈判的艺术》这本书里面 大家都知道的 他有一个非常强劲的能力 就是麦德鸟 他的麦德鸟 不代表会亲近俄罗斯的 因为看回总统特朗普 麦德鸟的过往所有的麦德鸟 跟他谈判的人 都没有一个身上多了一块肉的离开 可以说跟他在谈判桌上坐下 个个都是小的一块肉的 所以我相信俄罗斯 如果跟特朗普的交易 都应该是会有些损失 但是这场战争 就应该会暂时结束了 因为始终 美国在这个俄乌战争下 是有个决定性地位的 因为他有军备 他派了军备给乌克兰 只要他不派军火给乌克兰的话 其实乌克兰很难做到反攻 所以美国在这个谈判桌上 是有一个决定性地位 所以如果特朗普上台 我相信乌克兰也会少了一块肉 俄罗斯也会少了一块肉 赢家是美国 对于Ryan来说 可能的确不是他最满意的一个做法 我估计这是其中一个行刺特朗普的目标 究竟他这个说法 他这种行为 是否受到何錦麗所疏摆呢 是否受到民主党的一些延迟所疏摆呢 这是看官各下自理 好 去到讲完究竟 暗杀行空人的动机和背景之后 我们最后要多看一看 就是究竟第二次暗杀 总统特朗普对于今次的选举有什么即时的影响呢 首先其实我们距离这个第二次暗杀和录音是大概24小时左右 其实我们未有民调出来的 如果看回无论大家信那个民调 不信那个民调也好 大部分民调很少Random Error 不过Systematic Error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未必会上上落 Random Error 即是他可能会发上了几点 或者发落了几点 这个就叫做Random Error 所以中间有Error Bound 但是Systematic Error都有的 可能是一些偏向民主党的民调 或者偏向共和党的民调 所以你看到CNN的民调也好 你就会见到何錦麗 或者拜登经常都会高几点 这些就是Systematic Error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民调暂时我们看不到的 因为无论我们是偏民主党 或者偏共和党的民调 其实通常它都是三天滚动民调 在这24小时 我们看不到这个暗杀 第二次暗杀 对于整个选举形势的影响 但是我们可以看两个数据 这个数据 第一个我们先看赌博数据 赌博数据是即时的 虽然这个就是来自 Real Clear Politics的赌博数据的 几个赌博网站的几个赌博网站的几个赌博网站 我们看两个关键的数字 第一个你会见到的就是这里 大概是7月的十几日左右 7月十几日左右 你会见到红色这条线就是Donald Trump 浅蓝色这条线就是何锦丽 深蓝色那条线就是拜登 所以你会见到拜登这条线 去到7月21号就没有了 21多号就没有了 22号左右 因为拜登决定不选了 但是这里有个Jump 这里有个红色线的凸起 这个凸起从哪里来呢 其实就是来自7月13号 就是总统特朗普 在宾夕凡尼亚州遇刺那一刻 你会发觉这个赌博网站的几个平均 是突然间由大概五十几个百分比 得胜率就升到六十几个百分比 所以这个你会见到非常大的跌势 当然之后你会发觉 就是何锦丽 就都开始慢慢追上拉平了 因为那时候的选举辩论也好 再加上这个暗杀也好 其实真的弄掉了拜登 所以那时候一定要换人了 那时候就换了何锦丽 何锦丽到今时今日 在赌博网站上 暂时是领先过特朗普的 何锦丽是百分之五十一的胜算 特朗普就百分之七 截至到昨天 其实你见到赌博网站那里 见不到个即时的跌势 即时的跌势会不会是有滞后反应呢 你看回之前 7月14号 其实24小时之内 那个赌博网站就已经有反应了 对于这个 特朗普被暗杀的 这个行刺的情况 所以你见到过了24小时 暂时都未见到赌博网站 有任何特朗普的突然上升的比重的话 可以见到第二次暗杀 是不见到对特朗普的选举有很大的帮助 亦都未能够扭转 这个赌博网站对他的领先地位 这个我们可以见到 第二个数据 我给大家看看 这个数据 对我来说 切肤之痛一点 这个是付钱的 这个付钱原因是因为我买了DJT 我都可以跟大家说 我是持有这只股票的 这个是Trump Media and Technology 大家不用看这只股票的什么了 也都不建议大家去 我没有作出任何建议去 大家买这只股票 DJT就是特朗普的Trump Social 那间的公司来的 Trump Social 今时今日都是未有盈利的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买DJT 就变上是一个Trump Sentiment的赌博 好 再来看看 其实当时这里有个很大的高峰 我买的时候是很少的 我买的时候大概是二十多元左右 当时应该是 不是呀 我买的时候应该是三十多元 大概是三十元左右的时候买回来的 这里有两个高峰 第一个高峰和第二个高峰 第二个高峰就是选举辩论之后的 第一个高峰是暗杀的时候的 其实我买的时候是三十多元左右 就是它暗杀之后 预刺之后一天 我就买了这个DJT 因为我相信在历史上被人预刺 但是生存的总统候选人应该都会当选 而DJT作为一个Trump Sentiment最好的指标 当然是立即买DJT 你见到预刺之后 你都立即见到它有个高峰 立即是有 大概二十多元的DJT就升到去三十五元 我入货的时候就大概三十五元下三十三元左右 选举辩论 你见到特朗普脱落了周拜登 立即升到四十五元左右 当时是非常非常之 明显是一个Trump Sentiment的指标计 但是跟这个赌博网站 又或者很多民调都看到一样 当这个拜登离开了 何锦丽亚替换了的时候 它刚刚股价就开始下跌 同样地DJT 其实你见到它的反应时间 一遇刺 又或者在这个选举 设计之后 二十四小时之内就见到这个股价的上升 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的开市 刚刚美国开市 DJT是跌了4% 都可以看到这个Trump Sentiment的股票 不是受着第二次暗杀 有一个很大的向上的Spike 向上的瞻刺 都可以说第二次暗杀 其实对这个选举的帮助 并不算非常之大 可以说其实今次总统特朗普 和何锦丽的副总统选举 都是非常之叮当码头 由原本我们在想 在总统特朗普遇刺 又或者弄掉了拜登 基本上大家都以为 特朗普贏硬之后 现在今时今日 有些人就会觉得五十五十 但是如果你看民调 和看这个赌博数据 就是何锦丽领先少少 但是我相信距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其实大家要准备一下 其实特朗普和何锦丽 都相当之有机会当选 既然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大家都会知道 无论特朗普和何锦丽 既然有机会当选 我们的资金和资产要做好准备 无论哪一个当选 我们怎样去放下 我们的资产去避险 又或者把握机会都是需要的 所以10月4日5日的讲座 大家快点在Description里面报名 另外今天既然趁到尾 都要讲讲 港美教育交流协会 10月的学期就正式开学了 我们继续收紧学生 我们有两个班的 一个就是英文班 这个是给很多香港学生的 初中学生 如果你们大家成绩是一般般的话 其实都欢迎报名 另外就是有这个中学生 另外有一些离开了香港 就是广东话学中文 这个都是我们帮大家可以做到的课程 广东话中文课程 其实我们今年是 这个学期开了两班 一班是适合英国的学生去上 一班是适合英国和美加的学生去上 所以如果大家在美加生活 子女也都识少少广东话 可能是去到这个高小课程左右 其实都欢迎报名 我们的广东话中文基础课程 目标我们大概上完之后 当然不会只是一个学期 就可以考到GCSE 但是我们都希望 朝着这个GCSE中文科的目标进发 希望大家作为一个移民港人 除了要学会一个自己的广东话语言 和家人沟通之外 大家都要明白的 去到英国我们很大的竞争对手 除了英国的白人之外 就是这里的印度一起上班的人 又或者是上学的人 美国的亦都是很大的Hispanic的团体 个个都是首执有几个不同的language 无论是西班牙话 还是它自己的乌都语也好 印度话也好 所以我们作为香港的离港港人 最好都懂得多一点点中文 未来职场上都可以有多一点竞争力 欢迎大家在下面的description 找到我们的课程报名资料 今天时间差不多 明天回到来 见你们正经继续 在全球在地化的浪潮里面 世界日新月以信息万变 国际视野和国际观 成为了现代人的必修货 想了解更多的国际关系知识 就立即订阅 坚持地球沈旭辉Patreon 收看每日更新的知识内容 每日的精彩内容包括 国际关系深度平 国际香港字文章 沈旭辉博士的《我的香港回忆》 除原家说文章 以及Simon会客室 从大中华到台湾国际关系 是长老教会的历史 这个历史对香港朋友来说 都挺陌生的 为什么有教会 可以在社会议题上 不out spoken 一般来讲 大家会对张老教会的政治光谱 比较感兴趣 就是说一些故作的刻板印象 就是张老教会就是偏绿 张老教会就是支持 支持台湾独立 这个教派他来台湾 已经一个半世纪了 所以大部分的信徒 都是所谓的本省人 他跟1949年 从中国过来的基础图 他会有一定程度的区分性 还有大师班的会员独家专属影片 永远我们都希望探讨结构多于人 无论你怎样看 柯文哲这个人 他的党和这股势力都好 因为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 无论现在三个党都有出现疑似贪污的官司 但这三个官司都是未三审定义的 所以我们无法说这个涉及的人物是一个罪犯 他们有没有罪 只能入法庭去判 其他的会员独家福利包括 会员直播网续 兼离地铺 兼离地学院课程的折扣 以及免费获得 端传媒 如水桂刊 和英文报刊 Department 的会席等等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 提高国际视野至关重要 立即订阅兼离地球 沈旭辉Patreon 掌握全球动态 成为真正的世界公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